花莲市公所19号上午在太平洋公园南兵抽水站旁边 举办了109年度花莲市防训抢险的演习 今年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人员单位所编但仍推出12个 以台风侵袭花莲为脚本的演练状况 集结了消防局、警察局、卫生所等单位 模拟交通管制、积水排除、吊挂、落海以及地震等情境 除了验证应变机之外 也强化了救灾所需的合作默契 109年度花莲市防训抢险演习 19日上午在太平洋公园南兵抽水站旁举办 今年推出12个以台风侵袭花莲为脚本的演练状况 集结消防局、警察局、卫生所等单位模拟 整个演练包含灾区交通管制、抽水站演练、水患风路、积水排除、垂浆吊挂抢救、吊科罗海抢救、灾后环境消毒等 也邀请幼儿园小朋友与社区居民参与 并将新冠肺炎防疫期间量体温的规定等 安排上演到情境里 在109年度后我们的防疫抢险的演习 那主要也是因应我们整个灾害的运变的一个状况 这些都是我们可能会面临到 而且曾经发生过的一些灾害 那我们有十几种情境状况 希望每一个同仁都能够在这个情境状况里面 都能够了解到该做什么发生灾害的时候 那还有接着迷离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整个 除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部分 都能够一次整合 那让大家能够在演习当中 能够得到快速的反应 未来有灾害发生时 也能够及时来做运营 市长卫家贤表示 透过演练希望能加强防灾紧急应变措施 结合既有的防灾与执行经验 让各单位依照架构及全责 应变灾难发生时能有效处理 记得蒋邦彦华临时报道